三十七 新報 劉雲山與明記歷史七七市變七十八週年官媒 《批安倍》佔行展元 2015年7月8日中國新聞A07作天使七七市變七十八週年紀念日 位於北京市郊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廣場 上五十時舉行首場紀念活動 大批市民到來唱國歌並為犧牲的士兵默開 現場有如千人參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在抗戰勝利展覽開幕儀式中致詞 表示要明記歷史 免懷先烈 真愛和平 開創未來 有對犧牲的烈士及死難者表示深切悼念 而今次展覽將二位大勝利歷史貢獻為主題 一同出席開幕的橫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 中央辦公廳主任律戰書 中央宣傳部長劉奇寶及國務委員楊潔篪等 為早前有指會出席典禮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未堅現身 據了解 官方的主題展覽和分成八部分 展出大批未曾展出過的歷史資料及文獻 包括超過一千張相片和近三千件文物 今天起正式對外開放 各地之後也會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 與去年相比 今年開幕式規模略縮減 有指示考慮到即將在九月三日舉行的閱兵儀式 有關方面不希望圈奔奪主 華春瑩重申十六指真言內地官媒昨日發表七七事變 七十八週年特稿否認歷史 舉世同伐 指日本否認侵華歷史 特別是安培政田柳曲史官 文章指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 日本侵略者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 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時至今日 每個中國人心中仍難以忘記 然而 作為七七事變的製造者 日本國內圍繞者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質 卻形認識混亂 特別是安培政權的扭曲史官和在錯誤的道路上佔行展現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作入《倒行》記者會上回答相關提問時 重新劉雲山上述所提的十六指真言 要與國際社會一起名記歷史 緬懷先例 真愛和平 開創未來 他俗稱 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重要貢獻 他說 我們希望和各方保持密切溝通 通過共同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 更好地總結吸取歷史教訓 更好地合作維護我漢英 今天來之不宜的和平成果 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生活在和平繁榮的世界中 中國早報道